好,这集呢,我们来讲一下小牛鼻子的勾法 小牛鼻子的勾法呢,是用的白色线 然后我们绕线,打一个活结 勾出来,勾出来之后,我们绕线 一共立八个辫子这 二,三,四,五,六,七,八 好,立八个辫子针,然后呢,我们再倒数第二针 挑一边的辫子,挑一边的辫子勾 短针,我们一共勾出来六个短针 在每一个针目里面勾短针 三 二 五 六 一共勾出来六个短针,勾好之后呢,我们 来勾最后一个辫子针里面勾出来 好,我们到最后一针呢,我们这里是勾到同一个针目里面勾出来三个 好,勾出来三个短针,然后我们在下一针里面,这边挑的是两个辫子 然后我们这一个线,头放在勾针上方 我们一边勾,我们一边勾一边藏,到这边我们再勾出来五个短针 好,我们勾好五个短针之后呢,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针目里面,最后一个针目里面,我们要勾出来两个短针 因为呢,我们左边是勾了第一针,勾了一个短针,然后右边勾了啊,这这边是,这一端是三个,一共三个短针,这开头我们勾了一针,现在再勾两针 就相当于两边是一样的了,然后呢,我们跟第一针,然后给它印拔,印拔,好,第一圈就结束了 然后我们立一个辫子针,我们跟第一个,在第一个短针上面我们勾 勾出来一个短针的加针,勾出来两个短针,然后下一针里一个短针 我们一共在中间要勾出来五个短针 二,四,五,勾出来五个短针,五个短针勾好之后呢,我们到这边来,再勾出来 三组,一组,两组,三组,三组,三组的短针加针 然后,再勾出来五个短针,不加不减的短针 好,勾出来五个不加不减的短针之后呢,我们到了最后两针 最后两针,我们要在这两针里面,给它勾出来两组加针 最开始一组,这边,然后结束的时候两组,一共是三组 然后,我们背面这头的位置也是三组,这两边就是平行的了 然后,我们印拔就可以了 好,接上个视频,现在呢,我们在第一,三圈,第一针里面勾出来一组短针的加针 然后,我们连续的勾,一,二,三,四 我们一共中间勾出来七个不加不减的短针,现在勾了四个 五个,六个,七个 好,勾好之后呢,勾好七个之后,我们在下一针里面勾出来一组短针的加针 一组短针的加针勾好之后,我们到这边这头子的位置 我们勾出来两个不加不减的短针 两个不加不减的短针,然后下一针里面勾出来一组短针的加针 好,勾好之后,对应的再勾出来七个不加不减的短针 三,四,五,六,七 好,再勾好七个 勾好之后,我们勾一组短针的加针 勾一组短针的加针,然后绕线 不绕线啊,直接在后面勾两个不加不减的短针 这样第三圈就结束了 然后我们跟第一针引拔合并就可以 然后第一个锁针开始勾下一圈 勾下一圈呢,我们第一针勾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然后下一针里面勾出来 一个短针的加针 然后再勾一,二,三,四,五,六,七 勾出来七个不加不减的短针 勾好之后,我们再勾一组短针的加针 一组短针的加针 勾好之后,我们勾一,二,三,四 勾出来四个不加不减的短针 不加不减的短针勾好之后呢 我们在下一个针勾出来一组短针 一组短针的加针 好,我们这一针里面勾出来一组短针的加针 勾好之后呢,我们在后面还剩三个针勾 一,二,三,三个针勾我们勾出来三针 不加不减的短针 勾出来三针,不加不减的短针 勾好之后呢,我们可以引拔了 因为我们这里勾了三针 一开头的时候我们勾了一针 一共是四针 一共是四针 然后这两边都是间隔的四针 我们跟第一针给它引拔 引拔好之后,绕线 立一个起立针 然后在第一针里面同样的勾出来 勾出来一个短针 然后下一针里 勾出来一组短针的加针 然后这一圈呢,我们要中间勾九个不加不减的短针 一边勾一边数 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 九个,九个勾好之后 我们勾一组短针的加针 然后下一针里 我们还是间隔四个短针 二 三 四 勾出来四个单独的短针 然后 我们在下一针里 勾出来一组短针的加针 我们再勾出来 到对面再勾出来九个不加不减的短针 不加不减的九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 九个短针 九个短针 勾好之后 我们把 在下一针里勾出来一组短针的加针 然后最后还剩三针 勾三个不加不减的短针 然后我们绕线 我们跟第一针勾引拔针啊 然后小牛的鼻子 现在我们就完成了 完成之后我们立一个锁针 引拔之后立一个锁针 我们留长线啊 留长线 因为待会儿要缝合这个小牛的鼻子 我们要留长线 好 这里给它拉紧 这个小牛的鼻子就勾好了 下一集我们来讲缝合